2022年6月,在深圳市保安区,印罗街道办事处人员因拆迁问题,与当地一家港资老工厂发生冲突。 办事处在未与祥信旺塑胶制品有限公司,在拆迁问题达成一致情况下,强行将其生产经营29年的工厂部分拆除,期间强行断水、断电、断网。 冲突中还致使移民工厂负责人受伤住院,祥信旺公司自买地建厂近30年,愿配合政策搬迁,可拆迁条件过于苛刻。 公司损失过大,无奈向燕罗街道办事处提交了听证申请书。 但是街道方却违反程序,先于听证会召开之前对祥信旺公司做出涉案,行政处罚决定书。 祥信旺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,是一家由香港人投资设立的港资企业。 自92年起,毕露蓝绿30年,艰苦创业成就了如今的外销高科技产业。 2021年10月,燕罗街道办事处通知工厂需在极短的时间内拆迁搬走,而双方未在赔偿款一项上达成一致。 后街道方又以行政执法的名义和刑事,发出行政处罚告知书,要求详信旺公司与三日内自行拆除相关建筑物。 因为他出的那个条件,我们没办法确认给他,我们也做了第三方的苹果业。 详信旺公司在三项街道办事处申请延长实现,对方却不为所动,只是扬言说到其不搬签就拆公司。 详信旺公司无奈向盐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,2022年6月时,燕罗街道办在法院受理诉其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况下,强行进入工厂。 详信旺公司断电并拆除铁皮棚,使得雨水进入厂房内,损坏了货物和机器。 详信旺公司断电并拆除两个原因,这个时间还有总赔偿数不对,没办法达到那个协议。 因为他一定要跟他的意思,一点反对的点都不能够接受。 然后,法院那边已经接受了我们那个申诉。我们也叫了那个,知道办那边他也收到这个东西的。 最恐怖,他一收到这个东西的时候,他简直是疯了。 你要说因为我错了,手机是不动,这么简单,好吗? 我在执法过程中必须要禁止今天。 对,因为他说他很生气,他说我们去告他,他直接这样说,你告我嘛。 所以反正你告我了,我就不放过你。 然后我老板过去看,他就把我老板推出来,然后就把他推到在地上了。 目前,详信旺在被断水断电的情况下,损失了大约一半的产能,不过无法完成订单,将面临高额索赔,造成巨大损失。 截至6月24日,燕罗街道办事处已撤销行政处罚书,但是工厂仍处于断水断电中。 一,如果街道办的拆迁还要继续进行,公司一方的现实物质损失和预期收入损失,将是难以弥补的。 因此,可以在诉讼开始后,根据行政诉讼法,第44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。 申请法院,责令街道办停止拆迁行为,以防止经济损失的进一步扩大。 二,请公正机构对受损财务进行证据保全,留存与街道办相关人员的文件和录音等证据资料。 对于预期无法完成的合同订单损失,采取必要的止损措施,包括和合同方沟通并签订减免责任的补充协议,或者委托第三方待完成等补救措施,因为对于强拆后可以采取的避免损失扩大化的行为,而没有采取,导致损失扩大的部分,有不被赔偿的风险。